这里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 野蛮和血腥是这里的代名词 村民为了生存下去 就要拿起武器猎杀各种动物 这里就是阿拉斯加的内陆 一个称为塔纳纳村的地方 在刚刚过去的冬天 村民忍受了长达40多天的急昼 黑暗笼罩的大地 让他们饱受精神折磨 并且库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了 幸好时间来到了夏天 冰冻开始褪去 村民们要争先恐后的未过冬做准备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捕捞国王龟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 可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 阿拉斯加州发布了重要通知 禁止打捞国王龟 这令村民们炸开了锅 虽然此意是为了保护日渐减少的鲑鱼资源 但也让村民们失去了最可靠的食物来源 无奈之下 查理计划前往塔纳纳河的上游 去捕另一种鱼 但沿途都是未完全融化的冰块 使此行充满了巨大的危险 他有好几位家人 曾经淹死在这条河里 因此查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可他只前进了四分之一的路程 就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频繁的撞击 犹如敲打在心脏上 令他非常的难受 与此同时 在30英里之外的屠山上 24岁的乔伊正在捕猎 由于父亲越发的老迈 他需要承担起家庭的重责 在过去的几年里 乔伊已经成长为一名顶尖的猎人 今天他被村里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侦查驯鹿迁徙的情况 以此弥补国王龟带来的损失 可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 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丝迅露的迹象 整个山脉都是静悄悄的 如果他不能找到兽群 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他必须得走得更远 镜头回到村庄 斯坦正在准备武器 由于今年不能用鱼王捕捞 所以这个夏天 他们需要参与更多的打猎 对子弹的需求 也会成倍的增加 因为商店出售的子弹太贵 所以斯坦都是自制子弹 他的这项手艺 引起了詹姆斯的兴趣 他来虚心学习 这里的村民都喜欢相互帮助 因此斯坦也是毫无保留的讲解 在四英里外 查理终于穿过了冰块聚集地 开始寻找合适的捕鱼点 他的目标是主要给狗吃的大马哈鱼 放在过去 他们是绝对不会吃这种鱼的 但今年必须得改变自己了 查理将小船停靠在岸边 然后把渔网的一端绑在树上 再把它一点点地放入水中 等24小时后 再过来查看 希望能有个好结果 回到村庄 他加入了几位村民的聊天中 每个人都对最近的禁令感到沮丧 政府的这条法令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会饿死沿河的居民 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中 不知道这个夏天 该如何养活一大家人 向北25英里的地方 乔伊还在寻找驯鹿的身影 他已经徒步跋涉了几个小时 终于看到了一只落单的驯鹿 这是他万万不能错过的目标 乔伊耐心地瞄准起来 等驯鹿抬头的那一刻 他果断地开枪了 枪声瞬间惊醒了驯鹿 他撒腿就跑 乔伊手忙脚乱的填充子弹 承载了全村的希望 可他却失手了 这令他非常的难过 于是沿着驯鹿逃跑的方向 快速地追了上去 可哪还有驯鹿的身影 再加上天色剑碗 乔伊决定在山上过夜 等到天亮了再去追踪 一夜无话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村民们正在急切地等待 乔伊侦查兵的消息 帕特却无心思考这些 他是村庄里最大的养狗库 培育了一种远近文明的雪橇犬 但由于妻子中风 导致他的记忆开始出现混乱 这令帕特非常的难过 内忧外患之下 狗舍目前是一片混乱 帕特陷入了焦虑当中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根本没有钱去招聘帮手 所有的工作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他已经瀕临崩溃的边缘了 但还要耐着性子 照看这些新生的小狗 幼崽天生就带有一种 叫做狼爪的东西 这是进化过程中遗留的产物 没什么用 但是长大了会划伤其他的狗 所以要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剪掉 这些小狗可以给帕特带来一大点钱 但前提是 他得把他们顺利养大 在30英里之外 乔伊简单食用了早餐 然后继续寻找迅鹿 他沿着山脊 一边移动 一边观察 而他的坚持 终于有了回报 远处出现了一只迅鹿 乔伊立马瞄准起来 但感觉不是很稳妥 于是他开始脱衣服 将这些束缚摆脱掉 可迅鹿好像嗅到了他的气味 就在他以为要失败的时候 迅鹿却停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 乔伊果断地开枪了 驯鹿应声而倒 荣幸成为了今年的第一个猎物 这是一只重达100公斤的驯鹿 为了避免血腥味吸引来灰熊 乔伊要尽快处理它 他用小刀快速地切割 将驯鹿肢解开来 虽然狩猎成功让他很开心 但他需要的是一个鹿群 这样才能满足整个村庄的需要 毕竟一只驯鹿并不能改变什么 它只能带来不到100斤的肉馋量 而且更糟糕的是 乔伊只发现了这一只落单的驯鹿 他还是没有找到驯鹿群 在塔纳纳村 查理准备去检查鱼网 如果他找到了大马哈鱼 就可以取代国王鲑鱼了 女儿特妮莎与他同行 因为儿子鲍勃去年离家出走 至今都没有回来 所以现在特妮莎 成为了他最靠谱的帮手 整个村庄都在等待查理的消息 如今政府不让他们捕捞国王鲑鱼 因此村民都得寻找替代的食物 怀揣着全村的希望 两人来到了鱼网处 特妮莎剪断了绳子 在拉起鱼网 发现是异常的沉重 这令两人喜出望外 说明可能会有大收获 查理急忙赶过来帮忙 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鱼网被拉出了水面 只见上面抓住了三条小鱼 这是非常糟糕的结果 也是不祥的预兆 说明这条河里确实没有鱼了 查理不得不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报告给村上的人 镜头回到村庄 考特妮准备帮助父亲 一起改造户外厕所 因为他的宝宝 现在只有九个月大 牵制了他很多精力 所以考特妮不能像以前那样 随时帮助父亲了 提到中风的母亲 帕特再次红了眼眶 他很爱妻子 但有时候又忍不住发脾气 这让他非常的自责 为了解决家庭的麻烦 考特妮提出了一个极端的措施 他想让父母搬到费尔班克斯居住 这样方便治疗母亲 可帕特一辈子都是在这里生活 而且他连去费尔班克斯的钱 都拿不出来 这真是一个艰难的处境 在村庄的另一边 斯坦和詹姆斯一边练习枪法 一边等待乔伊归来 片刻之后 乔伊终于回来了 可带来的却不是好消息 两天时间 他只看到了一只驯鹿 他徒步翻越了整座山 可根本找不到驯鹿群的身影 这个情报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狠狠地击碎了村里人的希望 不过詹姆斯或许有办法 他听人说 北方地区出现了一群野牛 而一头野牛的体重可达2000斤 足够几个家庭食用 但野牛是出了名的暴躁 具有很强烈的攻击性 并且奔跑的速度飞快 而且他们从没有狩猎过野牛 所以这将是一次冒险的举动 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因为狩猎窗口即将关闭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他们真的会颗粒无收 每个人都用心挑选了武器 等准备妥当后 他们组队出发了 要想接近牛群 他们必须得穿越玉空河 当猎人们前往荒野时 塔纳纳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事件 阿拉斯加州的州长 宣布了一条消息 国家准备修建一条通往村庄的道路 这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 这条路将穿过村庄东固40英里的森林 与曼利温泉镇连接起来 最后抵达费尔班克斯 现在需要村民们投票决定 是否要修建这样一条路 果然不出所料 有人支持 有人就会反对 他们祖祖辈辈 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 这些人并不愿意违背祖训 帕特却很希望开通这条道路 从长远来看 这是很有帮助的 就在村民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打猎四人组已经抵达了荒野 那里是发现野牛的地方 这四个人都是顶尖的猎人 这次组合在一起 绝对是最强阵容 身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乔逸的压力很大 他要在这次的行动中脱颖而出 证明年轻人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顺利地扛起狩猎的大旗 成为村庄里真正的顶梁柱 几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进入了野牛群所在的山谷 可眼前的形势并不利于打猎 只见这里树木丛生 野牛很有可能藏在树丛中 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 所以他们得小心谨慎 可即使穿过了这片树林 他们依然没有找到牛群 这令几人越发地急迫起来 他们拿出地图 重新研究一下 查理提议 一直走到前方的小溪河口 如果野牛依然不在那里 那我们还是回家吧 但对乔一来说 回家不是一个选择 尽管这里没有动物的迹象 不过乔一还是独自爬上了陡峭的山脊 年轻人不愿意轻易放弃 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他要在茂密的树丛中 寻找野牛群的身影 镜头回到村庄 村里还在为羞辱炒得不可开交 帕特抽空回家喂狗 却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客人 他是城市经理熊凯茨乐 他要送一份工作给帕特 如果羞辱计划通过 一个月后就能通行 到时候就会需要公路工人 而这个职位非帕特莫属 这令他心动不已 因为妻子的医药费已经堆积如山 如果多一份工作 必然能够减轻经济压力 可目前村庄里还有反对的意见 他不知道要不要掺和进来 熊经理给了帕特三天的时间考虑 回到山上 乔伊用瞄准镜 已经扫荡了两个小时 长久的动作 让他的眼睛干涩无比 而他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他急冲冲地找到了其他人 将野牛群的位置告诉了他们 行进了一段时间 他们真的看到了野牛群 现在他们需要静悄悄地接近 以免惊动兽群 此时的风向有利于他们 野牛并不能嗅到人类的气味 等靠近到一定的位置后 他们开始端起了枪 而野牛群仿佛感知到了危险 开始奔跑起来 机会转瞬即逝 猎人们等不及了 他们各自挑选了一个目标 随后枪声不断地响起 最后只成功打死了一头野牛 不过这已经足够了